刚从那车站下车,看没有 我从我家平房又到中关村了 又到这边高楼大厦了 我们老二一会儿回家吃饭 我去买点菜,做饭 其实人天就是快,到了 买点菜 Hello,给我一车 走你 他得快点还是做饭呢,都五点了 老二快回去了 炒点叶菜吧,我们家老二爱吃这个菜 我也爱吃这个菜 这叫馅菜 这个头,我看看 这个黄桃多少钱 这不太好 8块一斤 9块 这么多小虫 这个呢 大黄桃 硬的 这也硬的 不太好 这又硬 一软就不太好 那脑给人捏也不好 这软的才甜呀 这个也不太好 你看 算了,做它吧 来撒吧 我们家老大就爱吃这个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软 我们家老大就爱吃这个 也不太好 硬的 做这一个还稍微软点 诶 诶,苹果的桃没有了吗 鸡蛋炒窝笋嘛 炒一个馅菜 炒鸡蛋窝笋 家里还有茬 还有牛肉 还有土豆 再买几个兴士就可以了 明天再买 兴士不贵 2块2毛9 买点馒头吧 焖饭来不及了 天呐,这凶事也不太好 哎呀,这么多小虫子还 算了,明天早上来买了 好像昨天家里还有好多呢 先别买了家里 昨天刚买的忘了 买个海米冬瓜 做一海米冬瓜 做一海米冬瓜汤 倒切馒头来一个 这碗吃馒头 多少钱 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你就来气吗 几点了 你看几点,快六点了 怎么 你们家老二快回来了 要吃饭了 那等你吧 不是,你就不能主动的让我们回来吃顿现吃饭 你就在这等着吃现吃的 弄不弄吧 弄不弄吧 不弄 饿着 饿着 拿个身掉起来 吃什么吃 甭吃 先做个海米冬瓜汤 那边馒头溜上了 拿骨酥筋洗一下 然后我再把这窝碎切了 来饭咯 我们一个冬瓜海米汤 鲜菜 还有天花的茬 还有鸡 拍饭咯 大家好 我是蓝的 刚溜弯回来 我跟老张 我们俩手拉着手 溜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说了一个多小时 他呢,聆听了一个多小时 我高兴的时候就是这样 卡,不停的说 他一声都不吭 在旁边听着 但是我不高兴的时候 我就不理他 没话说 我不想跟他说话 今儿为什么高兴啊 因为今天礼拜四 是那个刺激跳动啊 老板给我们发工资的日子 没礼拜四 我一般以前没礼拜四吧 我就生气 因为我知道这钱嘛 都跑老张那去了 可是今天不同 老张答应了 把钱还给我了 他不再拿我的钱了 所以我特别的感谢这个平台 我估计是大家哈 这个社会的舆论 他受不了了 他面子上刮不住了 他也知道 他说我跟你说 你都往外说 你答应我 不说不说不说 你今儿晚上不说 你明日早上也得说 他知道 他也有钱 我得给他说 要得给他平反啊 太开心了 所以做自媒体多好啊 有人给我撑腰了 还说呢 就自从我做自媒体 我就在网络上买 结识了几个大姐 还有大哥 真的 特别特别的好 他会把他的一些人生的阅历 跟我分享 甚至他经历的 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他来跟我讲 怎么做是对的 而且特别明白 今天啊 我老公你在旁边听着 他就说 我说你看我这粉丝 好不好 真好 说人家不担明示力 人家还能把这些话说出来 让你听懂 对呀 后来他说 大部分哈 就是看你视频的人啊 真是明白人 人家不说 人家说你干嘛 人家不说 我说那说的都是什么人啊 还说的人啊 他说你就听着就得了 所以呢 我真的哈 就是能够 在网络中哈 就是你遇到特别的知己 真的我觉得特别的幸运 人生寓意知己足矣 对吧 那在网络中哈 你可以遇到他们三四位啊 他是真为你着想 哎 真为你好啊 我特别感恩 我都觉得他们是老天爷派来的天使 就是来一路陪伴我啊 做自媒体啊 就会经历一些坎坷 风风雨雨 甚至负面的评论 那人的内心都需要很强大 但人也是一 都是一颗玻璃心对吧 每当我低谷的时候啊 或者所谓的人说平静的时候啊 我只要一找他们 他们就会哎呀 尤其其中有一个大姐哈 我的天 他就像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特别了解我 而且特别的 人特别的好 我就跟老公说啊 跟我们家老张说 我说这就是赶州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能招来什么样的人 是吧 你可以招来志同道合的人 跟你三观相同的人 他认可你的人 他喜欢你 他愿意帮助 愿意支持你 所以在此特别的感激 感谢 当然了 对那些不理解我的人哈 我也很感激啊 因为至少人家 花费时间啊 在看你的视频 是吧 对谁来说 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 唉 我这暴脾气有时候实在 就觉得啊 说的不对很委屈啊 我也会怼两句 我怼你们的时候啊 你们就 唉 别往心里去啊 欢迎你们常来看我的视频 欢迎你们继续怼我 今天呢 我去超市哈 买水果 嗯 因为呢孩子们上班了嘛 他们 嗯 我就买了孩子 老大爱吃的 黄桃 等买完了我才发现 她已经不在我身边了 然后我就赶紧给我那大女婿哈 发微信 那会她已经下班了 我说 我就把我家大本交给你了啊 我说你想着 提醒她吃水果 因为在家里我都是消好了 递给她 然后那大女 哈哈哈哈就 妈你放心吧 我一会就买水果去 哈哈哈哈 哎呀 真好 没想到 他们长大了 哦 我看了那么多评论区的留言哈 都是说要让我有边界感 啊 边界感 哎 没有经历过呀 所以 这也是一团雾水的 哎呀 那就以后 像你们说的哈 就 过好我跟老张 我们的生活吧 将来 能走到老的 能够陪伴在身边的 也是自己的老伴是吧 听人劝吃饱饭嘛 哈哈 所以明天开始我家计划 给我家老张减肥了 还太胖了 不行 我抱了一个外语班 你们是不让我学习吗 然后 每礼拜呢 两次 嗯 一个月是 二百块钱 等于是一个礼拜八次 一个月八次 是吧 才二多块钱 而且还是外教 麻了张 他洗完了叫我洗澡去 希望能坚持下去 原来学买语不敢开口 哑巴英语 现在管他呢 是吧 聊天呗 这样以后出国就可以咔 自己跟人对话了 是吧 哈哈 好 总而言之 别让自己闲着 其实做自媒体也挺好的 可以充实我们的业余生活 也省得得那个老年痴呆 是吧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晚安 拜拜 拜拜 现在是你们的早晨 请点赞关注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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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